Lio聊世紀 每日都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賽爾特人對場敗戰體能 這場比賽是天梯阿拉伯地圖 好 那最近喔 可能NBL的影片有點多 這主要是因為其他頂尖高手 最近都沒什麼在打 那我覺得這場比賽挺有趣的喔 是賽爾特人對上敗戰體能 由MIPER對上NBL 那我覺得挺有趣的 但我還沒有看到結果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一起來看一下這場比賽會怎麼打吧 好 那來看一下賽爾特人這個武器 這個武器是武器攻擊速度最快的文明 而且伐木也是伐木最快的文明 那賽爾特人出武之外 可以打這個長槍兵跟擊兵喔 他的步兵移動速度也是最快的 所以本身賽爾特人喔 算是比較 可以打步兵工程器路線喔 但很奇怪的是他有遊俠 他雖然有品種 但是也沒有三級訪 但是卻有遊俠 所以通常玩賽爾特人出到遊俠 就是有點在BN對手的感覺阿 我覺得這個打法算是 比較不常見阿 雖然以前我的影片有出現過 賽爾特打遊俠的戰術 意外的有點強 對方會被打一個措手不及 怎麼又有俠跑出來阿 然後一團就滅掉了 所以賽爾特人的打法也算是 不能說多變阿 算是有一個奇效在吧 那如果賽爾特人你想要打騎士的話 其實會比較建議直接打這個寶兵喔 這個鬆蘭武士 鬆蘭武士的跑速基本上跟騎士差不多快阿 而且造價又便宜喔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類似騎士單位的時候 賽爾特的鬆蘭武士喔 是蠻適合拿來使用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 有Viper選擇的文明是敗戰體人 敗戰體人的話在複合地圖 這個有海的一些地圖 會比較適合一點 因為他這個有這個敗戰體的希臘之火 還有這個火戰團的攻速加成 那他在海中有比較強大的優勢 那如果在阿拉伯這個地圖來說的話 就會比較偏向於 打這個樹地打法 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的帝王世代的造價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會比較適合打這個樹地強弩 直接射爆對手一波 然後巨頭開拆 那這個打法比較偏 偏有風險喔 因為你是需要賭對手 不會農 或者是對手沒有農得比較快 或者是對手沒有出兵防住之類的 反正就是需要賭一下 才有可能打出一些成績來 那敗戰體人的話 用起來其實有點綁手綁腳 因為他沒有三攻喔 所以不管出騎士或是步兵 傷害都是有點低的 但取回帶子的是 他垃圾兵相當便宜 他的戰毛兵跟擊兵 造價都很省 那再來就是駱駝 也有25%的資源消耗減免 所以到城堡時代 通常你要跟對方馬國打的話 就是出駱駝就對了 駱駝超級便宜 手高朵 但是如果是對上賽爾特人這種文明的話 所以班辰提人可能會打一個工兵 路線會比較適合 但是賽爾特人通常會打工程器喔 所以只打工兵是不太行的 所以班辰提人可能還要再去尋找其他出路 來反制一下對方工程器 好 那我們就來加速一下 那班辰提的人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建築物的血量特別多 班辰提人的TC血量2600滴血 但如果要打TC爆還是波式比較適合 雙倍血量 如果班辰提人要打的話就是堪用 還不會多到處完全不能打 就是堪用 還是有點小小的優勢 他會隨著時代 你的建築物的血量就越來越多 然後Viper的細節又來了 把這兩隻村民放在這個小...裡面喔 讓這兩隻村民有這個伐木空間 就不會互相卡住了 當然伐木效率就會很好 那Viper的打法還是比較偏經濟型 他會很注重這些小型的經濟細節 那Viper這邊是打算打一個18P 上封建時代 那MBL這邊是打19P喔 那Viper有可能會直接打馬舅 會比較適合他 結果是直接打射箭查 這就是Viper厲害的地方 你完全中午錯 因為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 你18P急速上封建 就是要來打落馬快攻 那Viper這邊你選擇是 直接打一個射箭場開局 然後開始直接開挖金礦 哇這個流程非常順創 蓋好的射箭場 直接蓋場礦一地 沒有黃金之前喔 先去按兩隻...毛兵 然後再加一隻弓兵 然後槍兵再按個一隻喔 就可以出門了 就這麼簡單 那對手賽爾特人喔 這也是打弓兵喔 那之前我們有講 其實賽爾特人是蠻適合打弓兵開局 到電話實在不太適合而已 最主要是因為到城堡時代 大家都是有二級射二級防 而且賽爾特人伐木速度又快了 基本上打弓兵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這邊MAP的刺頭看到對手 NBL完結差不多了 弓兵加一隻槍兵準備出門 槍兵怎麼lag了 怎麼鎖在家裡 然後這個槍兵你們要出門嗎 看到一隻Rion 看到一隻Rion 好 點下了一隻一射 MAP這邊射速點得非常快 來看一下這邊交戰 應該可以收掉 欸 這邊卡彈 我不出去阿 這個長矛 好 這邊想要收掉MAP的弓兵 但這邊打到了毛兵 好 這邊直接接近交戰 來 刺猴過來 沒有忘記帶長槍兵了 尷尬 OK 刺猴去稍微阻止一下對手的刺猴 反擊一下 自己的弓兵被收光 讓他四隻毛兵互打 刺猴稍微被賺了一點血量 好 這邊再上度往前 但這邊靠得太近了 毛兵不能攻擊 這邊NBL看到情況不對 立即往下趕快跑走了 好 前面的交戰大概就這樣子了 那這邊就是一個主要開農的時間點 這樣就是一直農一直少 農到大概十六片田左右 就可以挺農田 那現在還少大概四片田 因為這有四個人挖果 再撒個四片田 就可以穩穩上到城堡時代 或者直接靠買賣一波 哇靠 MBL直接賣石頭阿 大家上城堡時代沒有要開農了 還是要來打一個賽克專屬打法 直層生頭戰術 這個特別很 那這邊白魄就要抓到對方前置的 單位囉 就是前置的這個村民 有沒有抓到 這很關鍵 要是能抓到的話 就可以脫緩MBL這邊的公式 那就勢必他只能把工程器製造所 跟修道院放在家裡 那這樣子就會減緩對方的一個進攻的公式 這算是對抗生頭的一個不錯的方法 好 MBL這邊村民要從右邊拖得出去嗎 要從這邊拖蓋呢 好 上到城堡時代的 Viper 半燈廳 等級的奴兵二級射 那賽爾特人 MBL這裡是沒有辦法 直接蓋生頭有壓制的喔 雖然後面還是蓋了工程師造所 但這裡又買了100石頭 要來開TC 這就顯得有點矛盾 但沒有關係喔 能早逃上城堡時代也比較安心一點 這邊直接打破工兵對射一下 這邊看起來沒有打到任何東西 兩邊都打得非常歪 Viper這邊瘋狂躲箭矢 欸唷 突然停下來 被射死了一隻奴兵 半燈廷 這裡要趕快開3TC開龍 剛講完就開了是不是 喔 是已經開了 這邊開下第三個 好 左邊有看到對手開TC Viper就很輕鬆了 開下自己3TC 就意味著 對手不會有這個 暴兵打一波的一個生頭戰術 那當然工程器也是會出喔 勝率也是會按個極致喔 去點勝物 那不會在這個前線打 就意味著 他的這個進攻的攻勢喔 會不會減緩一些些喔 不會有這麼大的殺傷力 好 MBL這邊很標準點下二級農二級木 然後3TC準備要來開農了 那這邊農田 二級農一好很賺的事情就是 待會這邊TC的人要撒農田 都可以吃到二級農的加成 食物弱量更多 吸太量還多加1 而且現在還有輪軸技術 經濟非常好 MBL則是沒有點這個輪軸技術喔 經濟上就會慢慢被拉大了 這個就是有點算是偷經濟的一個打法 滾偷阿 好 那大家會看到工程器走出來 可能家裡要再補一個BK 工程器製造所 不然就是要點救術思想 所以去用 升旅喔 去點這個 招想對方的工程器喔 哇靠我剛剛講完就點了 因為他不點BK的話 就只能這樣打了 因為他一定有看到對方的工程器出來了 那救術思想的好處就是 對抗對方的投石車喔 有一點優勢 因為他的射程是二招想 射程有二招想的射程的優勢喔 他是九射程 那頭是七射程 所以有很好的一個 抵抗方法 這算是對抗賽爾特的 投石車的方法 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看這邊 又有救術思想直接招 對手就沒辦法輕易的輸出 但工兵要小心 對方工兵可能會射死生旅 對方工兵 所以這邊就是控兵大戰 當然招到一台投石車就很賺 這邊招一下 已經不招 你有看到投石車往前 勝率還是控的蠻小心的 MBL繼續給VIPER更大的壓力 壓力的開一下地上的DC 戰毛兵補下 神聖思想 增加一下勝率的血量 讓孫女就不太容易被擊殺 這樣就可以 有機率性的 去承受住投石車的一發傷害 然後招搶到對方的投石車 這個就是 生旅的戰術細節 這裡補一下戰毛兵 待會要轉戰毛 可以生旅 因為老圖直接收村 進去再放出來 這個細節打得非常好 差點就招到了 但是工兵直接往前 VIPER只能被迫往後撤 這邊工兵直接原地開火 讓它無限開打 這邊再招一下 但是要退喔 這裡不能再繼續招 哇 VIPER這邊細節打得很好啊 對於有玩的人都知道 這個VIPER手術跟鬼一樣啊 這招給對手壓力之外 也沒有繼續再招下去 讓對手有點進退兩難 這個投車就不能繼續往前 哇 這個就是VIPER就是VIPER 手術標好標滿 經濟也補到最滿 而且還點一下宗教狂熱 哇 點一下宗教狂熱之後 這個招響的成功率 又再更提升了一點 因為它就可以 直接多走一步喔 讓後撤的投石撤 很容易被招響掉 最終細節拉滿 家裡的農體也是 再繼續補 沒有斷村 3TC開農 這裡還可以再挖個石頭 考慮補下第4個TC喔 這邊工兵有點太往前了 但是有這個宗教狂熱之後 跑得很快 直接回到TC防守沒有問題 兩隻生侶就把MBL4台投車 壓在野外 太狠了 這個男人 工兵在前面 所以不能輕易的往前 這邊想要射生侶 但直接收村 唉唷 生侶被射到但是沒有死 好 殘血了 還好這個神聖思想 讓殘血的生侶不會死 歐嚕嚕嚕 欸原來我有烏嚕嚕 歐嚕嚕嚕 歐嚕嚕嚕 哇 終於倒地 最後還是被打到 但MBL這邊控的也很好 讓自己的投資車沒有被招掉 買盤這邊有點暴金喔 黃金有點多 生侶按的有點少 好 這裡可以考慮買一點食物喔 直接上帝龍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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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體能打的東西就只有強弩 所以這邊其實也不太需要 直接挖金上 可以考慮省點資源 這邊反而是 欸 這裡是什麼 買食物是不是 買食物然後上手推車 哇 打最經濟的那種 把黃金消耗成食物喔 這是我們之前影片也有講的 就是一些高手 他們不會把黃金喔 就當作黃金固存 可是會適時的去買石頭 買食物跟木材 去增加一下自己的經濟 例如點這個二級農二級木啊 手推車輪走 或是蓋更多的體系出來 好 這邊MBL有救贖思想關係 所以可以直接優先 招搶對方的 工程器製造手 但我記得修道院是不能招的 好 這邊招掉對方的工程器製造手 直接蓋個青蔥 要來拆除修道院 MBL這邊 想要 撤退喔 表示自己上帝龍時代 給viper壓力啊 但殊不知 MBL並沒有 能上帝龍時代的經濟啊 有點心理戰喔 因為突然看到對方前壓 然後突然撤退了 放的都是在歸帝王 那viper可能也預設對手 一定要點帝王 趕快也要來點帝王時代 那我覺得會先上帝王的是viper 而不是MBL 好 果然先點帝王的是viper 畢竟帝王時代很便宜啊 拜單體的帝王時代 接下來就要看MBL 這邊會不會打出更多的戰術了 例如什麼賽爾特 收藍武士爆 好 或者是劍兵勇士爆 之類的 那賽爾特這次有卵甲技術 算是補強了一點他的這個能力 所以也可以考慮打這個 劍兵勇士爆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 打收藍武士 感覺會是更好的 好 這邊有彈道學 哇 這個勝率直接被 射掉 賽爾特這邊開始補 兵甲技術 步兵科技轉起來 好 投石大軍在左邊 沒有放在家裡 好 這邊有一隻毛兵 小打小鬧 還造了一隻村民 收藍武士走了出來 好 本來還是要打收藍武士嗎 這個勝率無力反擊 因為剛剛著想過了 在等CD 好 Viper這邊買賣一波 賣掉了非常多的木頭 換了大量黃金回來 資源再調配一下 經濟非常好 33分鐘 點下地龍斯大110人口 前線剛才打炸了一下 這邊城堡到處蓋 這邊看這個城堡的高地的 不是蓋城堡 這是高地的 哇 這邊在愛這個 八人提聖騎兵欸 哇 沒想到 Viper居然是要打聖騎兵路線 而不是垃圾兵啊 待會應該很精彩 會變成步兵 對上 八人提聖騎兵的路線 那八人提聖騎兵 我記得打步兵是 額外傷害加十幾攻的樣子 十二攻還十七攻吧 像有上條還下降的樣子 很久以前了 好 那我不確定現在改 有沒有在跟動 就來看一下這個 半戰停聖騎兵 會打多少滴血吧 這邊直接燒村 好 我們這邊稍微暫停一下 看一下這隻63滴 好 五下 63-64 哇 多少 趕快計算機按出來 63-64 -46 哇 打17滴 很痛 哇 這人是-17喔 跟我記得差不多 十二還17 原來是17滴 一刀17滴的敗戰體聖騎兵 很鬼啊 還是我剛剛按錯了 沒關係 敗戰體聖騎兵 我們先稍微記了 就是十幾攻 打一下會打十幾滴 這個步兵傷害 非常的猛 好 那城堡這邊點下了 增兵技術 三級防衛補下 那如果再繼續打步兵 其實有點難受 但不打疾病的話 巴安提聖騎兵 會太強 雖然也可以打強弩 但是 薩爾特沒強弩 所以打這個巴安提聖騎兵 也不太好打 基本上的防禦力是1 雖然他防禦力遠防是偏低的 但是有3防 遠防還是有5 但強弩來說 打這個巴安提聖騎兵 是蠻好打的 好 這邊辦聖騎兵 過來砍個一波 這邊黃金直接歸底了 印刷技術一點下 待會用這個 升旅 找想對方投石車 就會比較有優勢 再增加3射程 跟火炮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薩爾特沒火炮 所以這邊就會很難受了 再回升旅就是 哇靠你直接走人家 TC中間然後撿生物 這個男人真的是 無所畏懼 好 等一下騎士思想 崩會制度鑄鐵技術 該補都補了 二攻一補好 不然你升騎兵再點下精銳就完成 這裡有個洞 直接擋住 把白普爾巨置在門外 好 賽特MDL也補下騎兵 該補都補了 稍微加速一下 好 待會感覺要有大戰一觸擊發的味道 待會這邊這個城堡可能是要棄手 直接被投車砸爛 砸光 倒了 火炮比較晚出來 白安婷升旗兵 直接對抗旗兵 哇這個 浴石刷這個 直接砸爛兩台火炮 MBL這裡有點猛 好 這邊白安婷勝旗兵稍微 防守一下 但是沒有辦法 對方騎兵打 騎兵還是有點痛 好 火炮也是被解掉 因為對方步兵的移動速太快了 MBL直接壓了回來 白安婷勝旗兵這時候才補下精銳升級 好 黃金趕快挖 後面這兩坨黃金挖完 爆個一波冰喔 炒機會打得贏 那目前現在有四棟城堡 欸 三棟城堡 可以出白安婷勝旗兵喔 待會集結的位置就蠻重要的 這裡可能要集結在農田位置 或是這邊低個房子 可能距離在中間位置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在這邊也可以 白安婷勝旗兵這邊想要偷一下 但應該很難偷掉 好 極瑞白安婷勝旗兵攻擊力 直接加3喔 非常多 變成12加2 但如果能再點下後勤的話 就有像破爛的大洛馬一樣 有這個践踏效果 就好來看一下 Viper 要把他投資這個資源 但我覺得現在比起後勤科技喔 現在要把這個白安婷勝旗兵的數量 累積起來 會更為重要一些 還有這個戰毛病 要再多按一點 因為這毛病打擊兵其實蠻好用的 好 這邊巨頭稍微反之 但這邊在打城堡 又不是在打對方巨頭司機 好 白安婷勝旗兵 輕輕收收的解掉了這坨擊兵 這坨擊兵已經損失殘重 目前賽爾特三攻才剛好 正面直接硬尻尻尻尻 後面的中頭也是被解乾淨 哇 這一波直接硬吃 城堡的傷害 順利的解掉了MBL這一波的前壓 奇怪了 剛剛不是MBL 要來 壓制Viper嗎 Viper突然打了回去啊 太神奇了 這個就是Viper 當大家以為 不會打贏的情況下 或是虎虎開的時候 他總是可以打出優勢來 怪怪的怪怪的 好 點下堡壘 這次的堡壘科技 可以讓周圍的護兵 可以回血 可以增加墊塔 這個攻擊速度 還有城堡攻擊速度 看來他只有二攻而已 所以有點可惜 好 但是如果在城堡下互打的話 賽爾特人有強大的優勢 基本上不太可能 MBL不太可能會在城堡下 跟對方互打 而且還是兩棟城堡 這邊補下火炮 稍微反制一下 巨型頭11 好 這邊中頭也稍微出一下 要來解決這堡毛病喔 這個戰毛病有點麻煩 Viper又拉出了更多的敗大體 三騎兵直接潛壓 但血量自己掉的也是非常快速 因為這邊是想要突圍 到後方攻擊巨型頭11 巨型頭11被拆掉一台 第二台能拆掉嗎 看起來是沒辦法 這奇兵上來直接戳光了 聖奇兵 好 戰毛病直接到城堡下開A 這什麼畫面 好 我們看到這個 奇兵 回血 有在回血 但回的速度沒那麼快 回到16滴血 正面有點反推回去了 因為賽爾特爾的攻殘器攻擊速度實在太快了 直接把三巨頭給砸爛了 沒想到被NBL打了回來 NBL這波打得不錯 有小人 這裡又一個人蓋寶 想要倒特寶嗎 這個MIPER的肉是怎樣 五千多肉 經濟太好了吧 他是在玩到NBL嗎 這個肉量有點不太可學 不太合理啊 傻眼欸 可以出一堆肉麻去對皇家野道了 用肉麻淹死對手 這裡賣了一堆肉 封回蜘蛛點像 繼續補敗聖騎兵跟火炮 允許給對手極大的壓力 送藍武士出了幾隻 想要去偷火炮 但是後面有這個白蘭提聖騎兵其實有點難 這邊一坨騎兵過來想要來解 白蘭提聖騎兵要上前硬尻嗎 唯一可以跟騎兵正面硬尻的騎兵單位 來看一下這一波的交戰 白蘭提聖騎兵感覺數量上沒有很多 感覺有點五五開的感覺 但後方有戰寶兵在輸出 感覺能打贏這坨級兵 但是自己的白蘭提聖騎兵數量可能會消減掉一些 哇靠居然又打贏了 太狠了這個男人 送藍武士順利出來解掉了兩台火炮 但是自己也損失掉了 但是火炮的危機解除 白蘭提聖騎兵可以再次往前 回到正面戰場 正面戰場三台巨頭直接開始輸出 那目前這三台巨頭等於四台巨頭 居然攻擊輸出實在太快了 欸還是四台巨頭等於五台 他是25%的 這裡有一隻毛兵 加上三隻蒜奇兵在這邊爐小 那目前中午要點下了後勤啊 果然還是補下了 有後勤之後 對方擊兵更輕鬆解掉 這一波大軍的交戰 白蘭提聖騎兵上前硬打 後面順利補血 但後面擊兵數量太多 而且還有這個劍塔的傷害 但是順利招翔掉了兩台中型頭的時機 白蘭這個細節雖然打得不錯 但是沒有等後勤跑直接硬上一點虧 是為了要守住這套城堡 但城堡沒守住 這個兵也送光了 白蘭這波有點打得五五開 好這邊出更多的班蘭提聖騎兵 哇老頭沒有控好 城堡攻擊速度很快 直接射殺掉了三隻老頭 還是兩隻啊 好像兩隻而已 好 好這邊護奶一下 你農我農 好補下了三房 他終於意識到自己沒點三房 好火炮繼續打炮 好火炮繼續打炮 頭車不敢往前 因為一直有生旅的情況下 就不能頭車出去了 不然這個頭車一定白給 好火炮繼續打炮 好痛 生女再次躺地 喔這邊點一下了神權正治啊 好這邊 先稍微看一下 大量的班蘭提聖騎兵 直接正面開砍這些疾兵 但疾兵數量太多了 雖然有後勤科技的加持 讓對方大量疾兵殘血 但數量還是不敵大量疾兵的正面硬剛 這邊只能先行撤退了 而且對方疾兵跑速度非常快速 回到高低在反打一波 居然好像要打贏了 原來有一些疾兵在前面 想要重鋒線正到後方偷火炮 但這火炮看起來偷不掉 哇這裡miper打得有點極限啊 感覺在打下去miper可能會先窮死啊 因為他一直用這個昂貴的兵在打 反體聖騎兵是非常貴的 而且有點下後勤 好準備老頭出來 再出來補個血 疾兵再跟miper繼續換 好像也不太會太虧什麼 好第二波奇兵再度出來 這次有火炮加上軍銀頭C 喔這邊直接火炮點掉兩台鐘頭 太賺了 哇賽特人就是這麼難受 這邊上有火炮文明 基本上可能發揮太好的效果 好正面直接再來 正面這次感覺扛不住了 反體聖騎兵 打得非常極限 哇靠我才說扛不住 然後才又反打回去 這就是反體聖騎兵嗎 太扯了 剩我少量的反體聖騎兵 居然還打得贏這一坨擊兵 真的很誇張到 好火炮這邊再躲 然後去偷點對方的軍銀頭C 再打兩炮 血量被拉回來 再走位一下 好 那賽特人終於沒有石頭了 這也不能再修了 可能還距離頭C 應該可以順利拿下 好 Viper的食物已經正式破到1萬了 剛剛已經有瞬間破到1萬的食物量 84個人農田 MBL沒有打雙線 打雙線不好打 裡面到處都是城堡 1萬0500肉 700肉 肉繼續增加 那一些肉換黃金 每一百肉可以換到17黃金 26242219 其實還是蠻多的 好這邊大量戰毛兵 直接給級兵大量傷害 但最主要給級兵傷害的是這個 八燈型聖騎兵 踐踏效果 加上八燈型聖騎兵的偶爾傷害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又是五五開 喔不是不是 八燈型聖騎兵這裡還是有巨大優勢 再度碾壓了級兵 這天 MBL受不了打出了GG 哇 97隻半燈型聖騎兵 對上353隻的級兵 居然還打不太贏的感覺啊 哇 這個要是我是MBL 心態絕對炸力啊 這個永遠突破不了的騎兵陣 這個就是半燈型聖騎兵 跟鬼一樣 看來經濟喔 應該是BIPER的肉量突破天機了 五萬肉 配上兩萬惡的黃金 黃金真的很多 而且還有四聖物 非常多 石頭的話是多你的BIPER800 那感覺MBL這邊打起來的 感覺是有點綁手綁腳的 對自己最強大的東西是工程器 但工程器又會被BIPER的這個 聖騎的招翔射程給招翔掉 不管是出奴炮或是投擲 基本上都不會有一個好的結果 那如果出這個松蘭武士的話 也會被對方的 半燈型聖騎兵給打爆 只能全力出疾病喔 那全力出疾病的話 正面又打不太贏 對方黃金實在太多 可能MBL想要跟對方消耗掉黃金 再反打一波 殊不知MBL沒有想到 VIPER的食物已經爆表了 這些食物可以瘋狂為黃金 所以到後面還是可以一直按這個 半燈型聖騎兵出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VIPER比較厲害的地方 他很知道對手在想什麼 然後在借以反制 在東輝制度一出來的時候 我就知道VIPER 就來跟對方打這個經濟戰了 黃金永遠用不完 食物太多了 反正木頭也是隨意挖嘛 挖木頭挖到人家家裡去了 哈哈哈哈 後面木頭也是可以一直挖 農田繼續灑 那VIPER這邊 如果要再打更經濟一點的話 還可以點下三級農三級木 這就更可能 木頭跟食物再更多一點 然後再拿去做買賣 再換黃金出來 去打黃金幣喔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要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會不會有一個星期的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有一個星期的 如果還untار就會行